金晶大战超然来袭 可这次林熟豪就要率领北京队再叛新高 第七下来的金晶大战中 助北京队连展四连胜 现在的林熟豪已经重返巅峰 这已经让北京队的外战可以发挥出更加强劲的实力 就算伯顿与罗切斯特再出色 天津队也挡不住北京队的狂轰烂炸 不过天津队就注定会输吗 下面随篮球队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北京队的情况 就在上场比赛中北京队成功一切前耻 并以25分的绝地优势彻底碾压了山西队 要知道就在这场比赛中 北京队一直压着山西队打 显然在开赛之前亚尼斯就做足了攻克 山西队的四大金刚也就只有颜奔飞打出了状态 这一说其他的主力球员 他们显然被压制得非常厉害 要知道当第三节比赛结束的时候 双方的分差甚至高达28分 就在山西队在第三节的比赛中打出了状态 但他们也仅仅只扳回了3分 可见北京队在这场比赛中的发挥到底是有多出色 虽然在这场比赛中北京队得分上双的球员只有4人 分别是吉布森28分 林树豪20分 范子明16分 伊丽木豪15分 但如今的山西队可不是助理 尤其是他们之前还败给了天津队 在这场比赛中 他们显然也用出了潜力 但山西队依然遭到了雅尼斯双方战术的无情镇压 而且就这场比赛来看 林树豪的状态显然已经拥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他除了为北京队贡献了20分之外 还为北京队坎下了6篮板 六中公里三天端的战绩 看来林树豪的状态终于开始正式回归 但熟悉他的粉丝们应该都知道 林树豪如今的表现依旧还不是他的巅峰 这点篮球界在前面几篇文章中就有所提及 如果林树豪想要再次找回自己的巅峰状态 最快也将是在春节左右 不过就在比赛结束之后 林树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忍不住留下的激动的泪水 因为他的压力与情绪终于得到了释放 要知道 他就是要用实际行动为自己再次证明 不过如今他已经做到了 其次 我们再来看看天津队的情况 相信大家也知道 天津队的整体势力一直是在田联盟当中属于末流的位置 但自从张德卫执掌了这支球队之后 就让他们拥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要知道 就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 他们可是先不将吉林与山西这两支强队给拉下的马 就他们的综合表现来说 无疑是远超了上个赛季 可如果天津队想要在当前赛季成功挺进去金后赛 这个难度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理由也很简单 排在他前面的四川 青岛 吉林与新疆几队 可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主 如果张德卫想要帮助天津队摘掉肉类的帽子 那就需要队内的球员能够取得更大的突破了 而且就球员的储备方面来说 天津队做的并不差 在内线方面他们拥有了石头帅 孟子凯 田宇与张正旭等人的加持 而在外线方面 他们拥有了林廷谦 金辛 古德玉 也和思宇等人的加持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天津队的短板 恰恰就是他们的外线 尤其是在组织与串林球队这两个方面 显然只有古德玉一人在强称 如果不是小外援龙琪斯特的到来 天津队的外线短板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看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张德卫有的忙了 比如也很简单 现在的他必须要解决他们的外线短板 可在这里也学会有粉丝们说 天津队不是还有一个零零签吗 不过 他现在打的并不是空位 而是得分后卫 可就目前的表现来看 在奔斗球员中 也就只有田野与古泽玉两人打的是空位 可就两人的表现来看 一人根本没有打出自己的状态 而另一人的情况虽然好点 但他距离阻挡一面 显然还有很长的路需要独自走完 不过 在接下来的金金大战中 蓝球队还是比较看好北京队 运游也很简单 不仅他们的双场已经打出了应有的价值 就连林书豪的状态也开始大幅度的回门 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林书豪肯定要带领着北京队去判成新的高峰 这一转天津队 他们绝对挡不住林书豪前进的步伐 由此 北京队的四连胜也就绝对得稳了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